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有一些状况发生 所以万一等一下不行了 还要用电脑 我们要讲我们的身体属灵神学系列 有没有人从来都没听过这个系列的 第一次来的有没有 没关系我们网上有 可以听前面几讲 我们今天要继续讲我们的身体属灵神学的系列 我来按按看这个可以动吗 我开了没 我开了吧 基督徒常常讲属灵 是以身体标记为行动 刚刚我们的领唱师班叫我们讲 你好棒 冒着风雨来 我也觉得我好棒 我刚刚在开车的时候 觉得为什么风雨这么大 然后还不小心旁边那个水很深 我还陷进去 全部都是水 其实身体是最诚实的 有没有听说最近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 身体是很诚实的 对不对 因为身体如何行动显示我们的内心真正的想法 我们今天的第五讲要来讲这个哥林多前书七章的二十五到四十节 这个经文表面看起来就会讲那个什么单收或者守寡的问题 寡妇的问题 那你大概可以看得到那你大概可以看得到就是 如果你很快读过去 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五到四十节 如果可以请你用你的手机 Tablet或者是你的纸本圣经都没关系 麻烦你翻到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五到四十节 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五到四十节 那这两段经文呢 大概很快读过去 你心里就想 这个就是单身享婚寡妇再婚 突然间觉得这跟我没有关系 对不对 有啦单身可能有一些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二十五节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呢他就讲关于 关于什么事 那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过 因为哥林多前书七到十四章 是保罗回答 哥林多教会问他的问题 所以你只要看到那个什么关于 说到什么关于什么 就是他在回答 他们问了这个问题这样子 那他们问了什么问题呢 那其实以前的和本番同生的人 那基本上是指未婚或订婚都有可能 未婚或订婚都有可能 那所以呢 他就说我没有主的命令 你会发现他前面讲那个不要随便离婚 那个他有讲说是主的命令 记不记得 那这里他就说我没有主的命令 我不知道 但是我作为一个盟主怜悯可信靠的人 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 我觉得所有的传道人或做神仆人的人 你的self identity就是我们是一个盟主怜悯 而且应该是可信靠的 对不对 trust worthy的人这样子 盟主怜悯 那所以呢 他的意见呢 基本上是根据什么来的 他看到今天社会的状态 现实的情况 他就说据我看来 人不如保持现状 这样子 那记不记得我上一次上一讲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那个七章的十七到二世纪 穿插在那个结婚离婚 到后面手单身 或者是要寡妇再婚 那这个中间这一段 什么受割礼跟奴隶或自由人 那你会发现 他其实整个段落 他在讲一个什么 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你基本上就是守住这身份 守住这状态 你可以面对它这样子 所以我们上次 一开始记不记得 我们最早讲第七章的时候 他一开始在讲那个已婚的夫妇 然后再讲那个一方先性主的夫妇离婚的问题 寻求离婚的问题 接下来不是就讲这个 然后接下来再是这一段 所以事实上整个 保罗在论证上面是很清楚 他自己知道他在讲什么 所以他讲现今的困难 所以他对于基督徒今天 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变动会有焦虑 他告诉你说 你不如保持现状这样子 也就是说 当你面对环境上面很困难的时候 或者变化很大的时候 其实不要太快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不要太快 尤其是重大决定 我不是说你都不能做什么决定 这样子 你要看清楚 保罗在这一段经文 虽然看起来像是在讲 那个未婚的要不要结婚 那个寡妇要不要再婚的问题 可是事实上我觉得 他是在讲属灵的单身跟身家的问题 因为你看到他的经文就知道 他其实在讲这个 有人说这里是最难懂 这一段是最难懂 我跟你们讲 哥林多前书七章到十四章 都有很多难懂的经文 什么女人讲道要蒙头 男人不蒙头 什么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其实这整段有好多很难的经文 这一段经文 其实我们先这样讲 保罗大概西元 大概55年的时候 就写了哥林多前书这一段 这个书信 现在遇到什么困难 55年 你看一下 这是我自己整理的 也就是说 尼路这个罗马皇帝 他事实上在位的时候 基督徒第一次真正受到迫害 逼迫 保罗跟彼得 都是在这个人的统治下殉导的 所以55年的时候 差不多就已经是开始 这种风起云涌 政治局势周围的环境 都不好的时候 保罗写这封信 就已经了解到 这种整个政治的局势 环境的现实 那下一任呢 是耶路撒冷成 被困困在这三个皇帝任内 好了 Alert Flood Alert OK 好 我们都知道了 这样子 OK 你们聚会不关手机 那个Alert响就一定会响 这样子 Am I right 对不对 大家赶快关 关 搞不好是我的 我记得我关了 这样子 OK 那 这个 这也挺好的 对不对 你看人家有Alert 我们也有Alert 这样子 当时保罗就在告诉他们 然后来 维斯帕仙这个皇帝 他就去镇压 他把他围成 他开始围攻耶路撒冷 然后后来终于 在主后七十年 整个就把耶路撒冷攻陷 然后毁掉整个圣殿 这就是今天你到 以色列区尼只看到一面西墙 那接下来 东米先是最残暴的 他做很多的事情 去逼迫 会遭到很大的逼迫 那他要大家 要称他是神来拜他 这样子 然后《启示录》 就整个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写的 那我问大家 就说有没有人看过 我知道很不太可能 1951年有部电影 叫《暴君焚尘录》 大概我的岁月的年代的人 才有印象 Sorry 他那个英文片名 叫Kovardus 他是从拉丽文的Kovardus来的 那他其实是根据那个波兰的 那个诺贝尔文学奖作家 叫做亨利显克维奇 他在1896年所写的同名小说 那你们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你往何处去 《暴君焚尘录》 原来是根据的书名跟它的意思 《暴君焚尘录》是中文翻的 你往何处去 Where are you going 那这句话 其实是根据 《暴君》 就是不是真正的圣经 《暴君》 叫做彼得行传 在罗马城开始受到逼迫的时候 彼得想离开罗马 然后继续说 这是《暴君》讲的 他要出城的时候 他遇到主耶稣往城里走 然后他就问了主耶稣这句话 你要往哪里去 也就是说耶稣要回到被逼迫的罗马城去 听说 这都是传说 彼得因此很羞愧地就回到罗马 最后他在罗马殉道 因为在主后第三世纪 有一个初代教父 可能有些同学 对不起 老师当官了 有些弟兄姐妹知道 就是特土粮 第三世纪出的时候 特土粮可能有些人知道 Teturian 他就说是彼得要求被钉十字架的 那到第三世纪中期的时候呢 另外一位初代教父叫额利根 他就说彼得要求倒挂十字架 OK 那这就是故事的由来 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人告诉我们彼得被倒挂十字架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传说这样子 那如果你对于当时他们受的逼迫 你可以看这部电影 你可以看这部电影 那当时他整个描写就在讲 保罗知道基督徒 我们在讲 就是这段经文里面 保罗知道基督徒 即将面对的这种政治逼迫 跟社会动荡 动荡是非常残染 非常可怕的 他自己也会殉道 他也不知道 他也在想 弟兄姐妹怎么面对未来的逼迫 在现今的这个时代 所以保罗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其实他知道 这不是要不要结婚的问题 而是怎么去面对未来的问题 那部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到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们让基督徒穿上兽皮兽衣 然后把他们推进去 让兽去撕裂咬他们 或者把他们跟干稻草捆在一起 让他们被火焚烧 所以保罗后面有讲到一件事 那个讲爱那一篇 他有讲一段话 是中文没有翻的 他说我可以献祭生被火烧 他就会讲这个 最大的信心行动 所以这段经文 保罗教导我们在现今的时代 在困难的时候 你可以建立一个属灵的单身跟身家 事实上我觉得 也不是只有保罗的时代 去建立这种属灵的单身跟身家 所以我们大概 如果我们把七章的 25到40节的经文结构 做一个整理 事实上他前面是讲关于未婚女子 然后他又在3638节也讲未婚女子 39到40节 他写曾经结婚的寡妇们怎么做 事实上他要推动的是 你今世的观点就是 其实单身 单身是更属灵吗 还是已婚也属灵 那更高的单身跟身家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保罗就讲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其实他反复都讲两次 头尾都讲 他说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基督徒也从这个经文学习一件事 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如果你不确定 不用讲得斩金铁铁 你就说这是我个人看法 供你参考 这样可以吗 不管你信主多久 试着这样说话 更温柔 更谦卑 别人更听得进去 我们没有什么绝对权威 人家才听得进去 我们只有生命是什么样子 人家才感动得进去 这样子 所以第一点我要讲 就是听 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 他要我们看到 用一种末世观 末世观就是 这个世界已经要过去了 末世观就这么简单 我用一句话跟大家讲 就是这个世界会过去 我们真正要活是活在未来 所以我希望大家现在想 你是天国客旅跟地球访客 就可以了 这样有没有开心一点点 你有没有去迪士尼乐园 我就去迪士尼乐园 我就开始觉得 我如果能活在这么奇幻的世界 不挺好的吗 我们可不可以觉得 我们是天国的客旅 或地球访客就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 很重要的是 事实上是因为 在地球上要做的事 有没有发现 很多事情是因为 你在地球上 才要做这件事 因为你暂时在地球 占据你的肉体生活的需要 要不要结婚 绝对是地球人 才要去考虑的事情 当然如果你问我说 老师万一有一天 发生外星人呢 放心 你发现外星人 你来跟我讲 我照样可以用圣经 回答你这件事情 等你发现再来找我 事实上 主耶稣已经说了 他说复活的时候 人是不娶也不嫁的 会像天上的天使一样 你没有那种性需求 你的身体不需要有归属感 他就说 这个世代的人有娶有娶 那个佩德 那要来的世代 和从死人中复活的 不娶也不嫁 不能再死 因为我们永远 永活在天上 所以第一点 我就要讲的是 天国课旅地球访客的 属灵单身 我们应该有一个 天国概念 就是活在当下就好 活在当下 那保罗刚刚这一段 就已经跟大家讲 他就说 未婚的女子 现今的艰难 那不如保持现状 那他其实现今的艰难 如果他在面对 婚姻问题的时候 他在讲这个问题 就是万一被逼迫的时候 基督徒被抓 夫妻分离 更痛苦 那你现在既然没有结婚 你要不要考虑 可以不用结婚 没关系 OK 他就在讲这件事情 那夫妻分离会更痛苦 或面对死亡 会更加的痛苦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其实他的经文 是很有层次的 你已经有了妻子 就不要求摆脱 你还没有妻子 就不要想娶妻子 请问他第一段话 在对谁说的 就是对 已婚丈夫 或者男人 单身说的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说 如果娶妻 并不是犯罪 当然我知道你们要问我 老师为什么他要说 都是犯罪这样子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 保罗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很重要的是说 不是要不要结婚的问题 而是保持现状 对吧 他这两节经文 绝对是在讲保持现状 保持一种 预备好一种属灵单身的心态 那这个28节这里说 这个不犯罪这个问题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针对丈夫跟未婚夫的情况来说的 那为什么他会说不犯罪呢 因为男女结婚都不是犯罪 因为当时可能有一种说法 也就是说 觉得是属灵比较 这个比较 单身比较属灵 单身比较属灵 有人觉得单身比较属灵 这样子 那他们会觉得单身 我却更容易保持圣洁 我就守单身 这跟中世纪有时候 他们想到那种 就是变成修士修女 来让自己要更圣洁 没有性地去污染或思想需要 这样子 好像更圣洁属灵 这样子 那会变成好像 这个应该要守单身更好 这样子 你们知道以前的教会保守到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太年轻了 这样子 我们的年代 涂个口红去教会神圣 都被骂的 你知道吗 我经历过那个时代 有人跟我一样吗 这样子 谢谢 非常地可爱 我们也就涂个口红 别的也没擦 这样也被骂 姐妹 涂什么口红 爱主 天哪 涂口红跟爱主有什么关系 对不起 我今天有涂口红 这样子 我故意的 No I'm kidding 就是说 我们不随便这样定人家的罪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我才说 基督徒不懂的事情 就是说 这是我的个人意见 maybe你可以跟我说 你个人意见 保罗要纠正这件事说 结婚不是犯罪的问题 结婚没有什么犯罪的问题 不要有罪恶感 接下来 他36到37节 一样在讲是针对父亲 所以你看他的层次很清楚 他就在针对 未婚夫丈夫到父亲的角色 所以他要讲说 如果你觉得带你的女儿 不合一女儿 过了适婚年龄 什么叫不合一 就是你想把他留在身边 可是又觉得 该嫁了 还是让他嫁这样 你看他又讲不算有罪 看到没有 当时哥林多教会会有这种情境 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在讲 现在的末后的世代 我们尽量守单身会好一点 我遇过一个牧师 他真的公然在某个期刊上就写说 应该要单身 他说那姐妹结了婚都没有办法好好服事的 说我们又要忙先生又要忙小孩 对不起 我们就是可以又忙小孩又忙先生 又可以把服事做好 对不对 好 这样子 谢谢 那事实上不是这样 我们也不说这个是好 那个是不好的 对不对 个人蒙招是什么 保罗就一路一直在讲 人家是什么就是什么 没有什么优越 那我也跟大家讲 就是为什么保罗 如果你读保罗书系 当你不了解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圣经 保罗是采取圣经一概的观念 也就是说他区分女人的时候 是用已婚跟未婚来区分的 你们这样听得懂吗 就是状态上 这个跟解释后面那个蒙木蒙头很有关系 以后有机会再讲 基本上来讲 整本圣经里面它的概念是 当你是一个未婚女子 你是个在家的闺女 那是你父亲要负责保护 供养跟主张权益的 你们要问我可以给你们所有的圣经经文 那已婚的人是谁来保护 谁来供养 丈夫 懂吗 那寡妇怎么办 自行负责这样子 那你可以从很多律法条文经文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件事 圣经里从头到尾 从就位到信约里面 男人做头是要负责保护 是要负责供养 是要负责去喂 那个弱小的妻子或者女儿 甚至于寡妇来主张那个权益 保护供应他们 不是耍权威 没有担当 强迫别人顺从不适合的东西 那寡妇是最多 就是她没有人可以依靠 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 妻子 丈夫若长眠了 妻子就自由可 随意在家 只是要嫁给主里的人 像这一节经文就是很好地告诉我们 保罗一定是鼓励在主里面 同样信仰的人的婚姻 古代的社会 寡妇就是最弱势的 不要说古代社会 上个世纪 二十世纪中期以前 我非常清楚 即使我们在台湾 可能还没有大陆战乱 那么严重的时候 我非常确定 我的一个姨婆 先生死了 你只有在家 你当人家小的都要做 你听得懂吗 不然你戴上 还是你吃喝什么 你有什么本事 你在古代的农牧社会 你没有在家 你简直是活不下去 所以寡妇最需要是靠自己 寡妇常常就靠自己 那个发誓也是靠自己 所以寡妇 记不记得使徒行传六章一节 为什么他们会讲说 门徒增多 讲希伯来 希腊文的那些犹太人 就去跟希伯来人发怨言说 你们没有供应给我们的寡妇 你们忽略了她的需要 所以神是怜悯 若是孤儿寡妇的神 我们的神会面对寡妇 是一个不得已的单身者 对不对 寡妇是不得已的单身 是不是 寡妇是不得已的单身者 所以他们教会要去爱这些孤儿寡妇 为什么在使徒行传 你会看到他们对于寡妇的看重 所以现今的艰难 他就在讲说 不如保持现状 所以保罗就讲了这些 如果你没有妻子 不要娶没有关系 如果还没有 可能订婚了 it's ok 这等人 什么如果出嫁 会遭受肉身的苦难 因为将来如果真的分离 是很痛苦的 保罗就在讲未来的逼迫 心里又决定不让女儿结婚了 那这样也好 就放在家里自己疼吧 按我的意见 寡妇可以守洁更好 所以保罗就在讲 每一个情况 都有不同的情况 没有哪一个比较属灵 保罗认为结婚很好 所以他才会讲 避免淫乱 个人当有自己的妻子 所以他永远都主张 就是性生活一定在婚姻的里面 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 保罗主张这种单身 不是那种嫁不出去 对不对 取不到很哀怨 对不对 我只好守单身这样子 他是要你知道说 结婚有结婚的什么 快乐 有没有辛苦 有 那单身有没有单身的快乐跟辛苦 对不对 一个人吃饱 全家吃饱 对不对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他我们学习一种 属灵的单身的状态 心态 我们先学习 even你现在已婚中 你也学习一个属灵的心态 单身属灵心态 我有个姐妹 我以前认识一个姐妹 我当时认识她的时候 她已经四十几岁 她工作任身 服饰殷勤 脸上已经有岁月的痕迹 可是她都把她自己 打扮得美美的来教会 姐妹们不需要为月积者荣 请为几月耳荣 这样听得懂意思吗 我高兴穿得美美的就可以 这样子 我们只要不过度打扮 农妆艳膜 对不对 什么很暴露就好了 这样 谢谢大家 我也跟你们讲过 不要问人家 你为什么不结婚 你为什么不生小孩子 对不对 It's not your business 我真的要讲 为主守 尤其是同性恋者 他有这个倾向 他如果为主守住单身 你更要尊敬他 你更要爱他 这样子 所以我们华人最爱问孩子回家 有对象没 怎么还不结婚 好像这个我可以控制一样 好像我决定要结 就可以结一样 我跟你们讲 这个姐妹好可爱 当然人家问她说 你会想结婚 她那时候都四十几岁 她就说 我没有说我不想结婚 可是我也没有觉得 我一定要结婚 她说 如果我五六十岁了 上帝给我来一场黄昏之恋 我也要好好享受它 Love it right 很可爱 对不对 那这样子 那他就自己活得很快乐 我好喜欢他 那就是保罗鼓励的单身心态 保罗自己知道 他要守独生的 你们知道吗 到后面你就看得到 他有讲 他就是要守独生 所以我们也求 所有包括在已婚中的弟兄姐妹 学习一种属灵单身的心态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是自愿或非自愿 会变成单身的状态 也就是说 不要有那种 我没有他 我活不下去 知道吗 没有他 活不下去 我知道你很爱他 我知道失去自爱的配偶 很痛苦 可是我们可以学习保罗 看我们今天的世代 就是一个末后的世代 我真的要讲 就是你们不觉得 今天的世代 跟保罗 现今的艰难也差不多 年轻人买得起房子吗 买不起 是不是 通膨这么高 我女儿刚结婚 租一个 在 Irvine 因为她仙家在 Irvine 工作在那边 租一个才 小小 一房一厅的 一房一卫一厅吧 的小公寓 要两千五的美金 你知道年轻人怎么活下去 今天通膨这么厉害 薪资追不上房租跟房贷 国际社会这种变化跟战争 都让这些年轻人觉得 没有盼望也不想结婚 同意吗 保罗在讲这段经文 非常类似我们今天年轻人 遇到的种种状况 只是那个不是信仰逼迫 记不记得去年上海封城 那个年轻人讲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那个听了会很难过 我跟大家讲 我在今年四月 看到那个中国张家界 那个天门山 四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 从山上浮渡跳下去 你们知道我看到那个句话 我眼泪就掉下来 作为一个母亲 什么样的绝望 让年轻人这样跳下去 我后来就那天我上课 我就跟所有同学说 不管中国的政治或经济 现在情况如何 我说我们要去怜悯那些 在最底层的人的灵魂 因为他们常常是最受害的 保罗今天在讲单身 某某程度就在讲今天的年轻人 其实不少学者都注意到 保罗这段经文 其实跟今天年轻人的 不婚主义是贴近的 你听得懂吗 可是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 来看保罗在讲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要去了解 年轻人现在面对的困难 我们就一直在讲 要跟年轻人传福音 我们知道他们现在的伤跟痛 他们同样有他们时代的伤跟痛 他们同样有他们的需要 他们有他们现今的困难 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 他要讲跟当今的不婚主义 跟单身的思潮里面来看 他要讲单身不是比较属灵 但单身对某些人 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而且因人而异 因情况而异 我们都需要去尊重他们 所以这两点 也是特别为我们华人讲的 就请跳脱不婚 是很丢脸的想法 第二个 不要过度在意传宗接代 是不是这样子 华人还是很在意这个 当然现在全球生育率都在下降 中国一样 台湾一样都一样 很多人就说 不生孩子 国家就没了 种族没了 我很想问你说 对不起 你是不是要古今中外 亚伯拉罕时代的非力士人 并不是后来的非力士人 现在的巴勒斯坦人 也不是当时的非力士人 对不对 你要保持什么 什么国跟家 你死了什么都没有 我真的不配 我认为我们是地球人 基督徒是地球人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真的是重视所谓的环保的意识 好好保护这个地球 也不用去想什么 伟大复兴再次伟大 什么传宗接代 我们可以做的是 在这个社会里面 尽我们在地上国民的一个责任 去监督社会的公平公益 去爱护贫穷地下的人 软弱的人 我们可以去保护这个地球 我们可以去爱惜这个社会 而不是一直在倡导 所谓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 任何国家民族都一样 OK 谢谢 所以 Oh thank you 我们是天国的公民 你的身体归属是天上的 你将来有个复活灵体在天上 所以教我们一件事 活在当下认真的去活就好 第二个叫义无挂虑 我们赶快讲完 等一下风雨太大了 这样大家还要回家 义无挂虑 其实今天只有两点 活在当下义无挂虑 什么叫义无挂虑呢 他说时候不多了 这个世界都要过去了 那个有妻子要像没妻子 你注意看这里有五点 有妻子像没妻子的 哀虑不像在哀虑 快乐的不像在快乐 购买的像一无所得 享受这个世界 又不像在享受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的局面 要过去了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五点我们到今天通通一扬 保罗讲购买的 你们有没有看到 Shopping Shopping 我们最爱的 我承认好了 你们都不承认 是不是这样子 我也买不起 但是我看看很开心 有妻子的 性爱之欢 需要 哀哭的 失败或失去之苦的 快乐的 成功或获得之苦 购买的 消费晚睡 享受这个世界的 你看美景 美食 美物 这都是我们今天 都在提倡的 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去觉得说 我们现在在肉身地球生活 这些就是我们的必须 我已经跟你说 这些就是肉身地球生活 你需要的 或者你想要的 保罗说 时候已经不多了 你们又要嘲笑 你们基督徒 对不对 你看保罗 你不是刚刚讲说 祖前55年来来 算到现在2023年来 凑给我看一下 几千年 一两千年过去了 祖再来了吗 还没 然后他们就嘲笑我们 对不对 两千年过去了 祖怎么没有再来 我觉得不管你是基督徒 或非基督徒 请你记住一件事情 如果主言辞来 是宽容恩思 是给每一个人机会 每一个人 我们都要去怜悯 那个灵魂 他们需要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有人想过 俄罗斯会突然间 去打乌克兰吗 美国不是警告的时候 俄罗斯自己都不信 我们有想过 会有这么大一个疫情 造成我们今天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疫情过后 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我们有想过吗 很多事情发生之后 它的改变这么大 所以保罗我们学习一个东西 就是简单生活放下身家 简单生活放下身家 其实有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刚刚那五样 你是不是在筹策身家 你们听得懂意思吗 你就在筹策身家 我的身家有多少 我看了一台很破的 Fourerunner 两千年 人家奉献给我的 他给我也是旧的 我到现在还是舍不得 把他换掉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 跟他人车一体 我超爱他 所以对不起 看我开破车 不要笑我 我知道你们不会笑 但事实上我们都在学习 我们就是想要有身家 真的 你一定在想要有身家 听得懂我意思吗 当你借着努力学习 或努力工作 你就可以成为州长什么长 买得起Coach 要买Louis Vuitton 买得起BMW 你要Ferrari 欲望无穷 人生有限 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丢掉 可以不需要的 地球上满足我们的 身家地位的东西 其实我先讲 如果你是从容自在地得到 跟你拼命费尽心机 还得不到越想越气 那是两回事 听得懂我意思吗 OK 我绝对认识那种超级超级的 很会赚钱的人 很多 保罗要我们 这个义无挂虑的来生活 他要我们义无挂虑的生活 他讲一件事 他说 没有结婚是为主的事挂虑 所以你如果没有结婚 你的first priority 其实他已经把你的人生 priority在这几段经文都讲 回家看经文 第一个 如果你单身 请你最主要的事 是为主的事挂虑 如果结婚的事 他说世上的事是怎样让妻子喜悦 看到没有 对不对 所以他说没有结婚跟为主挂虑 所以如果没有结婚 你可以看到 保罗就是把婚姻跟侍奉神 为主挂虑跟婚姻挂虑 放在一个一样的地位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所有的弟兄姐妹 当你服侍神的时候 请问什么是最优先的 如果你有结婚 你的什么 婚姻最优先 所以我们最怕那种 在家会拼命服侍 对不对 其实他是逃避 面对自己的婚姻 这样子 可以吗 是不是 你看有人偷笑 有人暗笑 有人哭笑 我们不希望你用夫妻关系不好 用服侍神为借口去逃避 你应该面对 保罗说了 你的婚姻是你最重要的 人若不照管这些家 只能照管神的教会 我以前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我们都是先好好照顾自己的家庭 所以如果你觉得 你的人生分心太多 事情很忙 你要去想这个需要吗 需要想这么多吗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eventually回头看 我现在回头看都觉得 我觉得我以为 我没有教我女儿什么 可是我觉得她已经知道什么了 她今天做得到的 我们会发现 孩子比我们想象 还要成熟 还要懂事 而且他们其实常看到 我们在做什么 所以你做什么 一定比你讲什么重要 所以把好的属灵价值观 道德的概念 好好教导孩子 其他让孩子去发展 不需要分心太多 人生太累 你们都知道 他叫股神巴菲特 对不对 你们知道 这些有钱人 其实他们基本上 这五点大家都知道 第一个 你们知道他到现在还住在 他六十年前 用三万美金买的房子里面 OK 第二个 他吃很简单的食物 听说他常常吃麦当劳早餐 对不对 第三个 他不买名牌 不买 折扣去车 很多有钱人 其实他们车子都很普通 这个已经有人调查过 第四个 不必要的开销去省下来 不去借大笔的钱去投资或做很多事 我觉得我们殷勤踏实的华人 大概都能够做到这些 我们也都是这样 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有一对接待我的华人夫妇 他们很乐意接待主内的客旅 他们家中都是开放聚会的 可是他们的房子好破好旧 然后车子很普通 生活很简单 没有奢华之物 可是后来才知道 他太太是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 七个CEO之一 然后他的先生也是理财专家 然后他们整个身家背景 是非常有钱的 非常显赫的 后来有人告诉我 说他们家这辈子的钱 是花不完的 这个钱是这辈子花不完的 可是我告诉他 他就是过这种生活 而且我到神学院念书的第二年 他就可以打电话跟我说 Daisy 我已经跟神祷告了 他要为你奉献学费 他们就是把他们的钱 全部奉献在教委跟神学生身上 他们把所有的钱 投资在神国上面 那我要讲的就是 maybe你不是他 可是你怎么样子 可以 人家他就有钱 其实我跟你讲 真的很有钱 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多心思 要去花这些钱 你懂吗 而且他们赚钱很容易 我记得他太太 就这个CEO跟我讲过一句 因为他本来是那种化工系的 他到美国转念财经 他说他突然间发现 财经就省给他的call 他很会赚钱 你知道众人 他就是天生有 我这种就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不是这种角色 你没有这种呼召 前面呼召 对不对 记不记得 是个人蒙召 那他就是强求 其实你心里面压力很大 你分心很多 你的人生太累 这样子 所以我最后要讲 如果你现在都六七十了 算一算 钱也花不完 奉献到神国吧 对不对 教会一定支持我 神学一定支持我 所以最后真的跟大家讲 你需要心灵的归属感 愿意神在你面前帮助你 神帮助我们 活在当下就好 你想太多了 想太多了 什么国家民族恩怨情仇 你想太多了 想一些你也管不上 也做不到的事 为什么不活在当下 为什么不义无瓜慮 今天只有这两点 活在当下义无瓜慮 麻烦你们这个礼拜 常常记这两点 我要活在当下 我要义无瓜慮 其他不要跟我讲 跟上帝讲 这样子 好 我们一起第一次祷告 亲爱阿爸天父 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 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 阿爸天父 这里在座的每一位 或在网路上 在线上聆听你话语的每一位 主 都是你保险 中价买回来的 他们比珍珠还要珍贵 主 他们每一个的生命 在你面前都是可贵的 主 你都看为重要的 主 叫我们不轻看自己 不小看自己 也不抱怨目前的状态 因为我们可以守住 当下的身份 我们可以看在 我们今天的现况里面 去守住这个情况 现况 去面对现实 去面对困难 主 保罗是要我们 面对现实困难的 主 需要我们去面对 真实的自己 主 帮助我们 怎么样子可以 总是活在当下 当下精彩 胜过未来幻想的精彩 主 帮助我们 可以一无挂虑 在你的面前 真的是毫无忧伤 主 知道你为我们 承担一切 主 知道你的恩典功用 主 知道 你可以供应给我们 一切所需所想 阿爸天父 我们为世界上 包括中国 任何软弱卑微的灵魂 导到 主 愿你自己 拯救 你的福音领到 主 愿你自己亲自 让他们听见你的声音 主 愿只有国是世界 是勇士的 主 他们活得好辛苦 主 你都知道 我们也可能有人 活得好辛苦 你都知道 父 儿 求你 你自己亲自在我们的当中 主 成为我们的帮助 主 就是每一位 主 没有卑微的灵魂 只有宗家书为灵魂 愿你自己亲自带领我们 在穿福音上 在爱人上 更加热心 直到为主挂心 不为其他事忧虑 谢谢主 吹地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祝福音乐 祝福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